一幅炎画 映发二十年的众说纷纭 一座古墓 带来了两千年前的绝世记忆 一种黑色 江苏了一个民族的沧桑历史 那只神秘的族群 在风烟飘逝的千年中 演绎着一曲服饰的黑色绝笑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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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身子又像穿着衣服 他们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 这些奇特装束的舞者来自何时 他们和族族未被居住在这里的壮民 有什么关系呢 一幅炎画 映发二十年的众说纷纭 一座古墓 带来了两千年前的绝世记忆 一种黑色 江苏了一个民族的沧桑历史 那只神秘的族群 在风烟飘逝的千年中 烟溢着一曲服饰的黑色绝笑 一九七六年六月 在花山岩画发现二十年后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县 罗坡湾发掘了一组旱墓 出土了一块丝绸残片 让人们找到了 解开花山岩画之谜的一把钥匙 这个墓葬出土的东西很多 很丰富 而且很珍贵 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一个细字品 这个红的就是当时的彩色 但是他出来一见光什么以后 就氧化了 就慢慢就睡了 后来就去不上 这个就是当时的照片 不当出土的这么多狮子品 跟后来就是宋代壮族出现的壮景 应该有密切的联系 两千多年前的美丽壮景 虽然只在专家眼前昙花一现 却让人们真实地看到了 两千多年前壮族先民 就掌握了高超的织锦技术 壮景的编织不同于其他的编织 它的纺织机可以在一根尾线上 同时用多种颜色来编织 这样可以织出颜色艳丽 纹饰多彩的壮景 即使是现在先进的纺织机 在一根尾线上 也只能通过一根同样颜色的线 而罗坡弯出土的自制残片 恰恰恰就使用了壮景的特殊编织方法和工艺 专家通过检测发现 华山岩花与罗坡弯一号汉墓壮景残片 属于同一时代 岩花上这些穿戴祭祀的衣服和帽子的人 当时他们穿的这些衣服 很有可能就是用壮景做成 也就是说 早在两千多年前 壮景可能就已经成为当时壮民身上 美丽的服装面料了 出土的那些丝绸的残片 可以认为是壮主鲜明的一个创造 跟现在壮景有很深刻的这种渊源的关系 那么同时的话呢 在我们湖南马王队 汉墓出土的那些丝绸 就是说相比起来 我们的壮景并不逊色 壮景一直流传着无景不成一的说法 壮景在壮语中的意思为天位 从这儿我们不能看出 壮景在壮族民众心中的尊贵程度 因为它的精美 壮景被称为中国的四大明景之一 作为民族的骄傲 壮民把它穿在身上 一代又一代 结婚是个大事 壮景在这个喜事里面 它是作为一种嫁妆 必须要有 在嫁妆里面必须要有壮景 就是要有背面 要有背带心 所以在民间的话 壮景民间 它这个壮景的运用 非常的广泛 就是一种缺少不了的一种产品 生活的一种必需品 随着历史的推移 壮景也在不断地发生演变 它渐渐从服装面料 变成壮民身上的装饰 仅仅出现在背带 头巾 围裙和背包上 织景的织妻和梭子 慢慢变得不再那么忙碌了 但是他们却在静静地向世人传递着 这个民族独特而悠久的审美情趣 壮景 从名字我们就知道 创造出这种美丽之景的 就是壮族 它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 这是壮族最为集中的省份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我们只有在博物馆 才能感受到它的民族气息 在这里 我们看到大量刺绣精美 颜色鲜艳的衣物 这些和汉族传统的服饰十分相似 壮族和汉族长期相融共生 这是他们有了太多的相似 如果追根溯源 我们会发现 壮族服饰其实是以黑为主的 中国西南边陲的白色石纳坡县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八十多个县中 壮族比例最高的县之一 据说 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吞里屯 那里人们的穿着 保持了壮族服饰最原本的颜色 我们从广西首府南宁出发 驱车赶往纳坡县吞里屯 当我们驶入一条 正在修建的石头小路时 当地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们 吞里屯快到了 千百年来 大山市这里的人们 与外面的世界隔绝 屯子里过去只有一条 两个人相遇时 还要侧着身子才能过去的小路 通往山外 据说很久以前 他们的祖先为了逃避战乱 躲在了这个穷乡僻壤 如今在这条小路的对面山上 正在修一条 通往外面世界的马路 闭塞的环境 让这里的人们时至今日 还在延续着古老传统的 生活和服饰习俗 我们这些屯外人的到来 显然打破了屯子里 原有的平坚 屯子里的人们 对我们的到来 有些意外 而我们 对这里保留的传统服饰 更是惊奇 这里的妇女 无论老少 都喜欢穿葫芦状的 紧身短式上衣 下身搭配宽裤的肥裤 腰挤黑布做的大围裙 头戴黑布大头巾 耳朵上戴着 像小灯笼一样的耳坠 脖子上层层叠叠的佩戴着 银项圈和银项链 这些银色的装饰 在黑色的阴沉下 显得简洁素雅 同时更加突出 黑色是这里的主色调 它们的名字叫做 黑衣壮 这样秀美的瀑布 也许只有在壮族居住的地方 才能看到 壮族铸水头 这是人们对于这个民族居住地的印象 壮族是世界上最擅长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 它们半水而居 依水而存 水是壮族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 那黑衣壮 为什么生活在如此干旱的地区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并且坚决地选择了黑色 作为自己知戏的标志呢 吞里吞 黑衣壮生活的地方 陪伴这个小屯寨的 除了大山还是大山 没有河流溪谷经过这里 干旱常常使庄稼 所收无几 对于这里的耕地 有着碗一块 瓢一块 一丁草帽 盖三块的说法 水成了生活在这里的黑衣壮 最渴望的东西 其余 成为它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它们相信 天上有了云 打了雷 就一定会下雨 这样就会有 风调雨顺的好日子 在这样的期望下 在大石山里 不论男女老少 全身都穿戴黑色的服饰 这里的壮民相信 黑色会给它们 带来雨水 带来好运 黑衣壮对水的期待 不仅仅只是体现在颜色上 虽然黑衣壮服饰颜色 以黑色为主 但是织绣 仍旧是黑衣壮妇女 每天要做的事 无论多忙 只要放下手中的活儿 就坐在织布机前 如仙辈那样 继续编织着 一个又一个对水边生活的祈祷与向往 在织布机的两边 妇女佩戴银项圈的两端 都雕刻着鱼的形状 双鱼在她们眼中 寓意着风调雨顺 人丁兴旺 婴儿 也成为姑娘婚嫁时的必备之物 壮族妇女从懂事起 就开始学习织绣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直到老去 织布机上的鱼 和挂在胸前的双鱼项链 始终伴随着它们 见证着岁月的沧桑 我们住的地方 产很高 很缺水 所以就 我们在生活当中 比如种这个农作湖 还有养牛 养马 养猪 还有人 很需要水的 所以这个鱼和水 是分不开的 在黑衣状编织的服饰上 可以看到衣边 袖口和裙边 用红 黄 蓝色丝线 绣成代表水的波浪形线条 使黑中 脱透出一丝 清雅明亮的色彩 身上的黑色 鱼形装饰和波浪图纹 背负着黑衣状 对水的期待 就这样寄觎在 它们的服饰之中 对于为什么黑衣状 选择黑色 作为织细的标志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作为织细的标志 中国本土宗教道教 有知其白 守其黑的说法 黑是思想的源泉 是原始淳朴的本性 是本源的家 黑衣状多数 有信仰道教的习俗 也许就是以这样的信念 使黑色的服饰 世代传承下来 而我们在当地采访过程中 对于这里黑色的来源 发现了一个 更加现实的原因 你们拿这个可以排到那边 小小的人吗 那边那么远都排得到啊 看到了 现在我就要去找野辣店 这里有一棵了 哎呦 两棵了 老店现在在我们山上是有很少的了 过去生活在大山里的黑衣状 很难与外界沟通 因为贫困 许多生活的必需品 无法购置 就连穿戴的服饰 也只能靠自己来自然 而这大石山上 曾经满山遍野 都长满了蓝店草 每到蓝店草收获的季节 屯子里的男男女女 都回到山上去采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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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指出质地结实 平整黑亮的布 黑衣状的蓝电染汁已经成为他们民族历史和生活习俗的标记 走在这个偏远的山寨 看家家户户 房屋栏杆上都亮晒着一条条蓝电布 布皮的清香阵阵飘散在山寨的上空 栏杆杆的线条以及黑色的布料成为大石山区独有的风景 我们看看他在建筑物的时候 他不仅考虑了人的居住问题 而且他也考虑他也考虑到了他本身的服势文化的需要 他在他的这个前面和侧面他会建棋楼建阳台 黑衣状居住的房屋是用石木结构建造的 房屋的下面由石柱或木柱支撑 地基居地处用石头砌墙 上面用木头搭建 这种形式的建筑被称为橄榄式建筑 房屋建筑中的橄榄 为黑衣状亮晒服饰提供了便利 也真正体现了橄榄的实用价值 仔细观察黑衣状的服饰 你会惊奇地发现 橄榄文化也体现在妇女的头饰上 人们把房屋建筑中与橄榄和服饰有关的因素 结合在了一起 黑衣状妇女或棱状的头巾很别致 她们的头饰设计并不是随意而定的 三角的外形和黑衣状居住的房屋顶有些相似 都是以三角为结构 据说她们的祖先在设计这种头饰时 依据的就是她们盖房子的经验 这样子里面有些相似的 这种头饰在设计并不是避免的 然后就要把白衣状射到里面 就是好像我们那个 房子的三国家一样的 你看 就这样了 然而最令人不解的是 在黑衣状妇女所有的布置服饰中 为什么唯有靠近头发的包布 是白色的呢 据文献记载 在明清广西土司统治时期 规定这里的土民只准穿黑蓝两色 读书人可穿灰色和白色 土官及家属可穿绸缎 考中秀才的人可与土官一样 在广西龙盛的平安寨 这里的壮族妇女与黑衣壮有所不同 大部分身穿白色上衣黑色裤子 据说四百多年前 龙盛出了很多土官 所以他们的家属可以穿白色衣服 久而久之 他们就被叫做白衣状 白衣状的家乡 因龙盛梯田而闻名世界 由于他们是土官的后代 白衣状也就自然生活在水源充足 梯田半寨的风水宝地 主要以种植水稻为生 耕种世界 白衣状常常根据蛙名来判断天气 在状族农宴里有 青蛙叫暴雨道的说法 于是在白衣状的生活中 处处体现着这个道座民族 对青蛙的崇拜 状族是一个有蛙崇拜习俗的民族 自从状族的民间传说 花山岩壁画 铜骨和状族的青蛙节里面都可以看到 这个和状族服饰有关的痕迹 在状族地区 每年的青蛙节 这个状民们都要找青蛙 寄青蛙和葬青蛙 在做完这些祭祀合同之后 人们的话呢 才开始每年的春更 白衣状妇女 裤腿上织绣的波形曲线 像层层叠叠的水稻梯田 寓意着五谷风登 年年有余 在他们看来 稻谷和人畜都需要水 只有天上下了雨 他们才有风调雨顺的好日子 对于水的祈求 任何精神上的崇拜 和人为的限制 最后都不得不在现实中折服 染色的蓝电布 浴水容易掉色 而头部很容易出汗 染布与汗接触后掉色 就会在头上留下汗迹 吐司规定逃难来的黑衣状 不能穿戴白色的服饰 黑衣状的祖辈就奇思妙想 把白色的布包在里边 延续至今 别致的头经里 蕴含着黑衣状先祖的智慧 和生活的历练 每到农忙季节 屯里的男女老少 都集中在这里 糊里玉米 他们在农田里 身传传统的服饰 在我们看来 似乎过于隆重 其实这身打扮 还的确有它的用途 我们在农村里边 就说 我们给我们拣开 我们拣开 我们过去 我们将關存在 我们又装着 後面 我们關着 不是 我们拣开 都有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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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饰的不同功能 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 如此大胆的想象 巧妙的构思 都来源于 黑衣装对自然 对生活朴实的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爱美之心人皆有志 特别是对于风华正茂的年轻女人来说 更是如此 这种古老的美容方法 也许在别的地方已经不多见了 在这儿 可是这些妇女们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做的功课 在满山都是石头的大石山区 没有比绿色更为鲜艳的颜色了 全身皆黑的黑衣装妇女 人人都会的刺绣手艺 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 只能悄悄地 把她全部倾注在 全身最不起眼的小地方 全身最不起眼的小地方 黑衣装妇女 人人都要穿一双黑色的绣花布鞋 这是黑衣装妇女服饰中 唯一色彩艳丽的装饰 传统稀俗 不允许爱美的黑衣装妇女 在衣服上织绣鲜艳的图案 所以 爱美之心就倾注在这小小的鞋上 他们把想象中的花 绣在了鞋上 行走在石山路上 低头看看花一样的鞋 也就乐在其中 土地在黑衣装生活的山区 可谓寸土寸金 石山中 只要有了黄土就可以种庄稼 就可以带来财富 他们把朴实无华的希望 寄予在随身的黄色小包上 凡是没有结婚的女孩 都要背上这么一个黄色的小包 他们 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这黄色小包 紧紧联系在一起 吞吞在壮语中的意思是 坚硬的石头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友谊 吞里吞的寨门 就是用石头继承的 在吞里吞 有很多用石头搭建的房屋 用石垒墙铺路 做石墨石草 当然还有用石头做的 用来染布的石缸 这些石头似乎在向世人肇事着 黑衣状的意志 犹如石头一样坚硬 它们的传统 好比磐石一般不可动摇 足足贝贝的黑衣状 就这样长留在这大山的深处 过着以石头为伴 与黑色为伍的生活 这是因为黑衣状 它是生活在大石山区 四周全部是石山 所以的话 它就因地制宜 用这个石头 来建成它下面这一部分盖栏 基本上是用石头来 这个 砌起来的 所以在黑衣状地区 它有一个石崇拜 因服饰颜色而得名的黑衣状 正在以它的服饰文化 引来世人无数的目光 纷纷踏之而来 感受着属于壮族独特的黑色风情 再过不久 通往对面山上的车道 就要修通了 屯里人的生活 不知会发生什么样 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下 这黑色的民族服饰 还能持续多久 这犹如磐石般的传统 还能恪守多长 这个曾经沿着小路走出去过的姑娘 也许能告诉我们答案 以前路没有通的话 我们就是走就是走到三个小时 才到县城里面的 到外面就是买外面的衣服来酸 想爸妈 想家 就回来了 好不好就是我们生在这里 好不好也是要舍得狗咯 我们也是一年比一年就是老了 我们生下来后再来接待 就是更加年轻来接待就是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消灯 店长 与家 就是这么多的 比较 metro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